都说穷人的幸福往往很简单,有人关心和陪伴,能吃上饱饭,就是一种幸福。 就像老四和贵英,他们虽然被家人抛弃,但他们彼此互相取暖,互不嫌弃,结为了一对夫妻,只是新婚第一夜,贵英就小便失禁,尿了裤子。 老四怕他尴尬,就特意回避让他换裤子,可谁称想老四回来,贵英还坐在那儿,一动为动。 老四怕他受凉,只能把炉子加点火,然后特意转过身独自睡去。 当他醒来时,却看见贵英正对着炉子烤裤子,隔天一早,老四赶着驴车带贵英去祭拜父母,告诉父母自己终于成家了。 回去的路上,他们坐在荒漠上看向远方,两颗心慢慢靠近,让他们感到了一丝温暖。 可刚到家,村长又召开村民大会,原来张永福病重,急需输血,因为血性稀缺,只有老四是熊猫血。 贵英不想让老四去,可村民们都眼睁睁地看着老四,因为张永福还欠着大家的租地钱。 无奈之下,老四只能跟着张永福的儿子张强一同进城。 由于贵英没有坐过这么高档的轿车,让他差点就吐在了车里,只是他小便湿劲弄了一车,让张强满脸的嫌弃。 到了张强家,面对一桌子山珍海味,他们却一口都没吃。 护士化验完血,没有问题,就带着老四去抽血,贵英心疼老四就过去陪他。 从椅子上套的厚厚的塑料袋也能看出,张永福一家对他们有多么的嫌弃。 回到家,老四又去小卖部收了半袋小卖种子,还被大家伙调侃,给大富豪输熊猫血,不给你钱买化肥种子吗?还来收账? 这时,贵英一紧张又小便湿劲,又让大家伙嘲笑了一番,老四没说话,脱下大衣就给贵英披上。 晚上,三哥又来让老四隔天去给侄子拉家具,老四答应了,他给三哥干了半辈子活,不给钱不说,连结婚都没给白酒席。 隔天,老四临走前做好饭菜,让贵英记得吃,说自己天黑就能回来。 到了城里,老四想给贵英买一件大衣,可疑问最低要一百块钱,让老四望而却步。 张强恰巧看见这一幕,就买下了大衣,交给了老四,也算是给老四的一点报酬吧。 可老四却说,就算我借你的钱,当老四回去时,已经是半夜。 三哥不仅不担心,还埋怨他回来晚了,而此时的贵英正在路口等待着老四的归来。 他为了让老四能喝上一口热水,不知道来来回回换了多少回。 当老四看见冻得瑟瑟发抖的贵英时,让他十分的心疼,连忙把新买的大衣给他披上。 这瞬间让贵英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温暖。 很快春天来了,他们一起耕地播种,老四还向邻居借了十个鸡蛋,然后自己做了一个复旦箱。 点点灯光映射满屋,仿佛像是属于他们的浪漫。 他们本想翻修一下房子,没想到房主回来让他们马上搬走,因为旧房给补一万五的拆迁费。 这让他们十分无奈,看着他们曾经结婚的房子被推倒,让老四心里五味杂陈。 他们只能先找一个不拆迁,没人住的房子,老四还把红霜喜重新贴上。 可总这么下去,也不是长发,于是,老四准备盖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房子。 为此他做了很多的土砖,这时,张强又来接他去抽血,贵英不想让他再去了,张强却说了一句,大一合适吗? 就这样,两个人又踏上了进城之路。 这回,张强把车里铺满了塑料布,抽血时,贵英心疼地说,抽我的吧,让他缓缓。 可见他对老四的爱有多深,夜里,电闪雷鸣下起了大雨,老四冒雨护住土砖,贵英也前来帮忙,可老四心疼贵英,让他赶紧回家去。 贵英却想陪在老四身边,就这样,他们在雨中又哭又笑,眼泪早已和雨水融为一体。 大雨过后,两个人第一次敞开心扉,贵英说,父母离世后,他就住在哥哥家的柴棚里,动不动还要挨哥哥地打,导致他落下了病根。 这样老四心疼地流下了眼泪,他们都是苦命之人。 老四给哥哥担了半辈子长工,最后却嫌他累赘,就托人给他介绍了贵英,借此机会把他赶了出来。 从这以后,老四发誓一定要让贵英过得幸福,他们一起努力盖新房,心想,面包会有的,牛奶也会有的,只要肯努力,他们也不会比谁过得差。 老四还承诺,等以后条件好了,给贵英买台电视机,那样贵英就再也不会感到寂寞了。 当老四再次被带去抽血时,就让张强尽快把村民们的租地钱给他们结了,张强却复言了事。 很快到了丰收的季节,老四一人割完了所有麦子,他只让贵英干点清活,自己把车全部装完。 闲暇时,老四还用麦子给贵英种了一朵花,其实幸福往往就是那么简单,不用昂贵的礼物,只需要相互陪伴,就是幸福。 贵英也给老四种了一朵花,这样,他们就能永远地在一起了。 老四说,等把粮食卖了,就带他去大医院看病,这让贵英非常感动,眼看他们的日子越过越好。 三哥拿着儿子酒席的剩菜,等门拜访。 这吃酒席没让去,现在国家政策给贫困户分房子。 三哥却找上了门,他想顶老四的名额,给儿子在城里弄套房子。 老四又不好拒绝,为此,老四还被电视台记者采访,问他住上楼房,心里有何感想。 老四却回答道,人住在这儿了,家里的牲口怎么办? 这顿时逗乐了工作人员。 回到家,贵英就发起了高烧,老四连忙把他扶进了屋,然后给贵英做了一个荷包蛋。 两个人你推我推,都舍不得吃,老四只能说,等鸡再下蛋,他再吃。 随后,他就去地里拜包米,可就当老四往家走时,村民告诉他,贵英拿着两个馒头和一个鸡蛋给他送去。 路过桥的时候,头一晕,就栽进了河里。 刚才有人去打捞了,老四一听,急忙赶过去,可此时的贵英早已身体冰冷。 他大声呼喊着贵英的名字,但贵英却再也听不见了。 他接下家里的红喜字,然后挂上贵英的遗照,看着贵英的遗体,让他悲痛万分。 生前没能让贵英看上大电视,死后,老四给贵英烧了一台大彩电,希望他在那儿不会寂寞。 老四解开毛驴身上所有的束缚,放他自由,可毛驴却不肯离开。 气得老四说,被人使了大半辈子,还嫌没使够吗?真是个贱骨头。 其实这些话也是说给他自己的。 随后,老四把家里所有的粮食都卖了,他把欠小卖簿的钱一次性都还清了, 还把借邻居的十个鸡蛋也都还上了。 虽然邻居没当回事,但老四感觉,一马归一马。 回到家,老四看着贵英的遗像,吃着贵英临死前给他送的鸡蛋, 然后喝下农药,准备去追寻他最爱的人。 他们虽然是两个平凡的人,但却有着不平凡的故事, 希望他们在另一个世界里不会被抛弃。 感谢您观看本期视频,欢迎评论区留言,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